居然在我们聚会时候跑来了个蟹老板 刚好前几日抓了些虾 我们就弄个香辣虾蟹吧 取一个大盘先将蟹老板抓起来先 好家伙以为躲桌子底下就找不到你了吗 看我一扬指 取一些水降蟹处理好 取一个大盘捞一些虾 哇真生猛了 现在来切一下葱姜蒜 取一些生粉 拍在虾蟹身上 锅热下入花生油 油热后先下入蟹 炸至拌成熟后再倒入虾 炸好捞出绿油备用 锅中留有一点炸虾蟹的油 倒入姜蒜爆香 再下入一小块火锅底料 融化后再倒入豆瓣酱 炒出红油后倒入虾蟹 翻炒均匀后倒入点二亿年的矿泉水 别问为什么不放82年的 因为82年的过期了 水煮开后再倒入168粒也 别问为什么 一定要168粒 因为是一路发的意思 再倒入88粒糖 再倒点蚝油 这就尴尬了 最后来点生抽 最后来点葱 就可以装盘了 香辣虾蟹煮好了 大家尝尝 挖文着就知道好吃 麻辣鲜甜 肉质紧实 大头剑 你可以去开店了 报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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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